请收看 维新世界 青年一点通 雷山笑过 雷泽贵美 离东八卦 离为佛 火山与火风 冰火水为几山 水梦 风水还 天水雄 天火同人 真宗八卦 真为雷 雷滴雨 雷水险 雷风恩 地风声 水风静 这风打过这雷碎 师父鼓原禅师所教导我们的 一经风水学 还有宗教 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 以及用现代的语言来教导大家 在现在有很多年轻同修 跟着我们一起来接法 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巴德大志一班 来采访我们较年轻的学员 我们今天要欢迎我们的黄汉毅 汉毅 跟大家问候一下 大家好 我是巴德大志初级一班的副班长黄汉毅 汉毅呢 但刚到教室的时候 我就远远看到他 哇 好帅的年轻人在教室里面 汉毅 你的原本 现在目前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现在在住商不动产巴德中山加盟店工作 处理的话是有土地啊 房屋啊 还有厂房之类相关的问题 买卖还有租赁都可以跟我咨询 是 对 在这个领域是相当专业 也就是会有很多法规要去了解等等 没错 没错 尤其是税费 像是 现在最大家最 买卖房屋最大讨论的话 最后是说 如果自住满六年 我们有四百万的免税额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那很多其实有自产的那些屋族啊 他们都会很想要吃这一点 因为如果你当成五年以后去卖的话 你家只赚四百万 那你还要扣二十趴的税额 那就是八十万进去 可是如果说你自住满六年之后 那你就这八十万完全是不用缴的 就变成免税的意思 没错 没错 它这个就是政府的一个免税额 它的出发点就是对于自住的部分是有优惠的 对对对对 但是有一些房东当然他就是会想说 我想要租出去 是 对 增加就是减少我的持有成本 但是呢 我又不太想 我就想要知道这个免税额的部分 那最近政府就有出 其实他出台很久了 就是结合社宅的部分 然后而且以前租客他们要报这个租屋补助或什么 他是要跟那个房东同意的 可是政府现在修改 他就 你也不用跟他 你有租约在手 你跟他报就好了 所以很多很多那个房东都痴憋 那因为有很多政府的法令规定相关呢 你们也要与时俱进跟政府是同步进行 那这中间有太多眉眉角角了 那你会在你的工作领域上 其实跟微信圣教的一些师傅所教导的 一经风水宗教都有息息相关 那你最当初是什么原因来跟中门结缘 我结缘真的也是因为租赁的关系 我跟我的老师是原本是 因为我原本是跟他朋友接触 他朋友跟我联络 然后呢我就带他去看房子 他可能觉得我的服务非常的 就是很勾引很老实 然后他就有介绍我现在的老师跟我那个去看房子 可是那时候那间房子 就是因为他前面电太高了 因为他接地气也不接地气 他已经离地超过了太高了 所以后来那个老师他也不习惯 可是后来他就说 老师就说 其实我在那个 我有一间厂房也现在也在出租 那如果可以的话 你是不是也帮忙一起出租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这样跟老师认识了 那因为老师他本身就学易经风水很多年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如果你想要租出去 你就一定要去拜土地公 然后传我个庙法 他说到当地跟那个租 都是会请土地公帮忙 我想说这也对 然后我就去跟土地公讲说 土地公公那如果 我这有一间厂房要出租 如果说租出去的话 那我发愿就是要去回报一些什么东西 土地公公很开心 然后我登康上591以后 大概一个多礼拜 那个租客就跟我联络 然后他一去看 那时候里面其实还有租客 那时候他已经快退出租 他一去看 就觉得很喜欢 而且还跟那个 前租客是去做家具的 那马上跟他定一张意思 这样也做到一个另外一个生意了耶 不过他们之前做生意 那就是两方都很开心很欢喜这样子 然后没多久 就价格基本上就是 就很快谈攏 就成那个 就大家都结缘递交了 对对对 然后后来我就 回去跟土地公公讲说 就 根据那个发愿的那个 我就去买一些祭品去回馈给土地公 然后跟他讲说 两方就是 都很有缘分 然后呢 希望他就是 接下来租客在那边 能做得顺顺利利 然后呢 长东那边也可以顺利的 拿到租金这样子 他一租租到现在也43年多了 哇13年 三年多 三年多都顺顺的这样子 对 慢慢一直慢慢顺 慢慢顺啊 因为他这还是要一些磨合起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就是越做越顺 然后有的时候 有一次我去跟那个租客聊 他说 我这边做得还蛮顺的 你帮我找一下房子 他原本住在那个新庄那里 每天来回很累 所以他就说 对所以他就说 那你在这边帮我找一间房子 所以又接到另外一个案子来延续了 是的 那师傅也都有开示我们做房屋相关土地领域的生意 或者是工作上 土地工是我们的护法神一定要来拜码头一下 所以我们的省财金讲师也依循师傅所开示的 来跟你们来做教导了 是 老师有传给我们拜土地工的那个法医 对 那 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很多师兄师姐很可爱 在我们拿起香来的时候 礼敬祝福菩萨都忘记报上自己的名字 对那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在初一十五的时候 准备香六柱 然后三或五个水柱果 然后花跟厨还有纸钱 然后一开始我们会先去跟那个天公主那边 去拜以下天公主 然后这时候其实也有一个祈祷词 天清地灵我心清静 公司两分善恶分明 行善积德天赐心灵 得福勤修我必精进 公为就是 接下来就是报说我们住在哪里 我是谁 像土地工还有天公才会认识的 原来是这个善男性女来跟我祈求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再跟玉皇大帝禀报说 我有遇到什么困难 那今天跟福德政神这边做个禀告 希望化解 对对对对 这边就是跟那个天公那边先禀报一声 对 然后接下来的话 再到土地工福德政神这边也有祈祷词 这边是 真韬真为福德大慈悲 弟子诚心前来开示 心中友谊祈求开智慧 今此心相奉敬福德神 对然后 然后一案后面就是禀报说我住哪里 然后我是谁 那我现在有什么问题 当然如果说没有什么 那只是想要跟土地工那边就是祈福的话 也可以说 因素世未修已至深入坎坷不平 但是弟子平常一时时遵照 苦圣贤交世为人 无奈智慧未开苦尽实现 前途多阻碍 又苦于无智慧力量 来解脱苦尽 弟子忏悔 于今日诚心被香花果竹 金箔以及诚心一颗 于福德坐前祈求 智慧信心力量 还有贵人来消除灾恶 在文书上面 师傅一字一句的 开始我们流传到现在 在妙法普传 还有就是在我们各分寺道场 都可以来请法 那文字一定要讲清楚 说明白我们的诸佛菩萨 才知道要保佑何事呢 那以及我们在后续的感恩之外 我们的感恩上面无论是香花火转的准备 你自己的感恩 刚刚有提到说还有天德金吗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天德金 应该说土地公都比较接地气 是 这边是额外的另外差别 因为像是因为我是卖房子的 其实卖房子 老师也有传卖房子的庙法文书给我们 那当初我有一间就是卖公寓 那他那个文书禀告的话是跟天宫 跟土地公 还有跟地基主 那因为在公寓里面啊 我不可能在里面烧金炉 那会出事情 对 当然有人会在楼顶或是楼下 可是那时候因为我没有炉 所以我们就折中了 说 诶 那个 有一个大哥 大哥 不然我们去土地公 请他那边有金炉 我们去那边化掉好不好 对对对 然后 他就说 也行啦 就去那边 然后 但是当初 因为我们是用土地公的金炉 那 要得到他的同意 我们就卖 我们就买一些贡品过去 然后一些金箱过去拜 然后问土地公说 土地公 我们拿 几号几号那边 因为我们要拜地基主 可是那边没有金炉 那可能借里面的金炉烧一下 然后那个宝贝问 不行 他说 那我们再加个什么 其他的 给你可以吗 比如说茶啊 麻糬啊 什么都不行 都不行 那个大哥就说 就直接说 金高五八行不行 哇 升杯 金高五 那是什么东西 就是高粱 金高五八 58 58%那一系列 对 马上升金杯 对 土地公很开心 然后马上到杂货店买一支过来 然后后面就把 那个地基组的那个 金子就在那边化掉 其实也是这个延伸 后来我跟那个土地公那边就是 因为我们那个 集院文书里面 我都会提到就是说 发愿 假使 这个 这部分的话 有成的话 我们会做 我们会回馈一些 就是 感恩 对 然后 土地公那边我大部分都是说 可能捐钱 捐一些钱 然后就是去供养 那个土地公 是 或者是 烧金子 嗯 对对对 后来我就会说 那一瓶金高五八可不可以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 刚刚有提到 麦麦房子文书有 天工 还有土地公 天工的部分 我就 一开始我是 就是 金子 我就发愿说可能 一箱金子或两箱金子 然后后面呢 我通常都是在同一间 那个土地公 天工庙在祈求 是 然后后面就是变成 说 我觉得这里看起来 可能要修 我就问 那个天工说 那我捐钱可以吗 他说也可以 可是 这两个后面都不要 他就问那 这样子的话 天工到底要什么 我就问那些都不行 我就问 那我念 那个 老子的 那个鬼谷仙师天德经 可不可以 马上行杯 然后 行杯以后我就问说 那 这样子要几遍呢 那个 五遍 比较 七遍 比较 十遍 比较 十五遍 马上行杯 我问两次 我说好好好 没问题 对 对 就是 就是觉得土地工比较接地气 但是 就是 监工的话 他有时候就是 比较希望大家比较诚心的去 侍奉这样 是 是希望也会有功德的金宝呢 来转施给我们有缘需要的 民众众生们 那这个也都是跟你工作最相关的房屋土地买卖上面了 对不对 是 那在我们的土地上面 房屋上面 我觉得很敬佩在您的工作领域上 不只是在房屋的这样买卖租润 还有陌生开发这件事 我也觉得是非常赞叹 是 陌生开发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因为毕竟 怎么说 因为毕竟 他现在 大家的那个防御心其实很强 对 我刚做的时候 我就知道屋主在那里 可是 因为他们早上都上班嘛 都晚上去找他 六点多的时候去找他 然后按电铃 然后他就是说 他们就出来 他说 你谁 我就说 你好我是那个 租商不动产的那个 黄翰衣 我知道你哪里有间房子 想问你要不要卖 其实我还没有说完 他就直接说 又是你们 你们烦不烦 每天都跑过来这样子 一直问问问问 没有要卖啦 我说 蛤 大姐你不要这么生气 我们才第一天见面而已 你第一天见面 你每天都过来 你第一天见面 我说我们才第一天见面而已 对啊 就 因为那时候才刚做啦 对对对 但是我是觉得 其实不管 就是 一般 一般就像有一些历练的人 这样突然卖他 他也会算下班 是 对对对 那后面是 久了以后 反正就皮了嘛 哈哈 就开始跟他们聊啊 能聊的大家就是可以那个 不能聊的话 那就大家就是结个缘而已 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后续 其实就是 服务的顾客在介绍 大部分后面就是接 就是认识的 那他要卖房子 那来咨询一下说 那现在行情怎么样啊 那我要付什么相关的税率啊 对对对对 其实在这个领域上做的就是 就是服务有很多政府的法令呢 我们一般民众其实都没有都不懂 都要 经由我们的专业来为我们来解答 解疑 那在这个领域上面呢 其实跟我们的维生生教一经风水宗教 都是息息相关的 那很多时候都希望老祖师尊可以 帮我们结一个好缘分 无论是在屋主呢 或者是我房客上面等等 那也会很好奇说你在这一年来 从初级班开始到现在已经多久 一年了 对 一年左右 现在是十月 一年又一个月 对对对对对 那在这段期间上面对你而言 有没有带来怎样的一个帮助或影响 有一些那个法医就 刚刚也有提过了 那 那 其实 因为像今年啊 我的四窑是属土 那今年是那个 某年 那是有克制我的那个四窑 所以老师有建议我们去摆祈福相案 还有跟那个点那个光明灯 对对对 从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开始摆了 就是一摆我就觉得就是有一股 有一股力量吧 然后有在护持我 对啊 我们经常会说 我们像那个老祖啊 或是其他神佛祈求智慧信心力量 就是这个顺序智慧 然后才有信心才有力量 那当下我就已经觉得有信心 让我就是做得比较顺一点 对啊 那相当于说今年其实有一些 有一些小灾小难啊 但是当现在来看 其实也不知道 如果没有摆祈福相案的时候 它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但是老师就说我们先把福德存下来 对对对 那后面有要用到的时候 自然会来帮助 嗯 对对对 那在祈福相案也是师父也常常开示 但是我们如果有所求 无论是在身体健康或者是子女 或者是自己的运势工作仕途上呢 都可以来做一个祈福 为自己为家人 那在这样的祈福相案 过程我们做了多久 我做了五坛 因为一坛要做七天 所以我不间断的一口气就做了五坛 刚好敢在农历年前就是 结束 要不然的话 因为它中间不能断 所以说 所以农历年前刚好结束 所以蛮幸运的 而且 应该怎么讲 因为 摆一坛祈福相案 除了财博的部分 你要多准备 我是说 一个人要准备一份财博 像我家里还有爸爸跟妈妈 所以呢 因为我后来才 中间才知道这件事情 我就 再把我 把另外两份 是给我爸妈做祈福 他们今年也是平平安安顺顺利 他们做三坛 我做五坛 对 平安顺利是最重要的 无论是在自己 还有身体 那个家人的部分 对 对 那现在呢 其实 师库所教我们 一经风水宗教 还有庙法上面 都运用在我们的生活 师傅也都一直提倡着 孝顺孝道这件事情 在孝道上 盛中追远 祖先祭拜也是相当重要 对 关于祭祀的部分 其实 我们家当然有自己家里面的一些习俗 但是其实就不是很隆重 有时候经常是点到为止而已 可是像有一天 就是 我 我不知道是我妈的朋友还是她认识的 然后她就跟她讲说 其实 我们的祖先啊 因为可能金箔 金银财博啊什么的 可能画的不够 其实他们在下面过得不是很有钱 这样子 所以后来啊 我就 因为老师有传下很多法语 所以我在每一个节庆的时候都有多准备一些 另外的话 刚好有遇到他们有传一个法是三宝师 就是 她就是专门说我今天要画的这些财谱 就是给我的祖先或是谁 对 然后她就说 你们每天烧 不用多但是每天烧 对 所以我每天 后来就是有时间我就会写三宝师 然后呢 配上那个大概三百的寿金 对 后面我还有加 挂金 也是三百 然后就是一直画 一直画给我的那个祖先 那要祖先保佑我们那些子孙平安顺利 他也要有钱 对 没错 但其实在画金纸呢 它是一点光是个能量 希望藉由这样的能量来传达给我们的祖先 然后会有来保佑我们更有力量 那以往家里就会有宗教信仰了吗 有 对 但都是照着老一辈的一直传下来的部分去拜 都没有特别错 像今年的话 我有特别就是老祖那个圣诞的那个 我有替那个祖先社脸位 而我有博杯去问 就是 你怎么问 就是那时候画三宝师啊 才博给他们 我就问说 那个王姓祖先 那个子孙现在有在学维心圣法 那刚好有碰到这样的一个圣会 那祖先有没有兴趣想要去听法 然后累积功德 然后一拨杯 马上行杯 很高兴 可是 可是 我突然这样子 我没有预备这个钱 那个祖先可以帮一下子孙 那子孙就有办法有能力可以继续供养侍奉祖先 他说 他说好没问题 你去 你去弄 那个我会帮庇佑一下 对不对 当下的 应兴的感觉是非常欢喜 对不对 很高兴啊 对啊 那祖先来庇佑了 然后他们又有机会可以那个 听到那个 听到那个成就佛果味 往生西方极乐图 是对大家都是好事 嗯 是 所以在今年的水陆法会 其实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一个法会吗 对对对 因为 以前是一些比较领心的法 那实际上这一年上课以后 才接到这么多法 才知道 有很多地方可以做 做得更好 对 然后 可以 让祖先过得更富裕 我们可以过得更平安更富裕 是 那真的有带着家人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吗 因为 那时候 那时候是我们教室 就是一起下去 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带家人下去 因为 对啊 因为那时候也是平日 那我爸妈他也要上班 对对对 我爸妈 我也带了 船